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001十四分析 你不是会搜魂术吗? 陈若熙丁这夜号宣问道是不是因为唐蕊是个女人你下不了手? 搜魂术有为天和 况且以村正家族的性子 我想已经知道我有这些手段 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 再者 我感觉唐蕊就是一个小角色 知道的释怀可能不多 只是我不明白 它是怎么和村正之间有关系的 夜号宣摇摇头道 龙伯已经授权我全权负责这个案子 回头紧盯这就是了 陈若熙道 能不能通过外交的方法 或者说是出于对本地药物宝的考虑 禁止村正生物科技的药流入华夏市场 夜号宣思索道 这个办法行不通 我们和窝国的某些关系原本就非常紧张 如果这样的话 更容易挑起民族仇恨 况且 进出口的东西都有相关文献规定 符合规定 我们无权拒绝他们的东西 陈若熙道 那只好盯紧他们了 夜号宣叹了一口气 放心吧 华夏的相关部门也不是吃素的 不会由着他们在我们的地盘上胡来的 陈若熙笑道 酒席吃到了一半 萧海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中程药出问题了 有人投诉 服用了长吉一款名叫本草定心丸的治疗心脏病的中程药 出现休克现象 有推手通过网络把这件事情炒红了 萧海妹道 那帮孙子下手真快 真黑 夜号宣恨得直咬牙 他知道那些要起的老总会搞事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夜号宣挂断了电话 打开手机网页 只见相关报道已经出来了 起因是这样的 有一位常年心脏病患者 服用了长吉最新推出的本草定心丸 本来以为周边的人都说效果不错 而且没有药物依赖性 更重要的是价格便宜 只有市面上控制心脏病药的价格一半 患者报这是一事的态度 买了几盒 只是没有想到服用第一次就出现心脏加快的情况 最后竟然导致了患者休克 那名患者到医院里 抢救了半天才捡回了一条命 直到现在他还处于瘫痪的状态 口不能言 连抬下手指都困难 这位患者的家庭状况并不好 他这一倒下 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见底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求助于媒体 并且呼吁所有的患者 不要服用长吉的药物 这家企业就是坑人的 来得真快 远迎的总部 叶浩轩重重的跟前 整理出来的相关资料重重的拍在了桌子上 这件事情毫无疑问 就是那些要起搞出来的事情 如果是正当竞争的话 他们绝对竞争不过长级 怕的就是他们玩这一出 老板 我会着手去查清楚 这件事情的 君次道 暗访 别惊动任何人 回头我亲自看看那名患者的情况 叶浩轩道 好的 我知道了 君次点了点头 长级总部 叶浩轩和萧海妹许彤彤两个人会面 叶大哥 这件事情是明显的有人搞事 我不相信你的药会出这种问题 许彤彤问道 是有人搞事 我正在查 这几天关于我们长级之躯的不良舆论很多 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叶浩轩探道 那该怎么办 许彤彤问 车到山前必有路 放心吧 叶浩轩笑了笑 安慰的抚了抚他的头发 现在已经有数十名患者提出来吃了我们的药有不良反应 产品涉及三种 有些人甚至说药维权 告我们卖假药和次药 各大媒体像是一窝蜂似的 跑来要朝着采访你 萧海妹叹道 今天下午开记者招待会 叶浩轩站起来道 你确定 现在有数名重度患者 家属的情绪很激动 本来就朝着找你要说法 现在开记者招待会 合适吗 萧海妹诧异的问道 该面对的迟早都要面对 刚好 我也想顺便见见患者的家属 叶浩轩道 那好 我帮你联系 萧海妹道 长脊是我的 出了事情 应该由我出面 许童童突然道 你是不相信 你叶大哥的能力 叶浩轩笑道 不是 我想到了父亲 想到了金方护肝王的事情 我父亲既然能挺身而出 作为他的女儿 我想我不能逃避 这要毕竟是挂这长脊的牌子 许童童道 可是配方 持有人是我 不管怎么样 都有我来解决这件事情 放心吧 不算什么大事 叶浩轩安慰道 可是 童童 别可是了 你还不相信他的能力 你出面或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让他出面吧 他既然这样说了 就一定有办法应付那种常 萧海妹笑道 好吧 许童童微微地点点头 下午三点 新闻发布会如期在长级一楼大厅中举行 京城各大媒体的记者 以及一些外国媒体 如实到场 当叶浩轩和许童童赶到的时候 长脊下面早就围满了人 这些人大多数是叶浩轩的粉丝 他们举着横幅 静静地在门口等着 看到叶浩轩过来 一大群人站起来 举起手中的横幅 有人喊道 叶医生来了 叶医生 我们支持你 我们知道药一定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大家的信任 我可以保证 长寄的药 绝对没有问题 我也相信患者是受害者 我今天来这里 要通过媒体告诉大家 不管错在哪一方 我都会负这个责任 之前曙光医院发生的一 闹事件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把一些居心不良的商家揪出来 看着现场自发到来的人群 叶浩轩有些感动 他只是在微博上表示 今天下午会在场几开记者招待会 会把事情的起因和经过都公诸于众 他的粉丝数量很多 他发的这条微博几乎在半个小时内传遍了大半个华下 因为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叶浩轩曾经说过 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用处就是用自己的医术 帮老百姓们做点实事 事实上 他也照自己的话去做了 经过他的努力 曙光医院横空出世 成功地拉动了京城的医疗费用 大幅下降 同时 国家颁布新的医改 叶浩轩在京城的这一把火成功地蔓延向全国 全国的医院费用整体都有下降 虽然降幅没有京城这么大 但至少叶浩轩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除了医生 谁还有这么大的魄力 敢和全国的医疗体系战斗 除了医生 谁还能打破华夏西药垄断的价格 所以这一次的事情 错绝对不在叶浩轩 是有些不良商家利益受损 他们针对叶浩轩和长济做出的小动作 这种行为 绝对不能原谅 谁也不能阻止寄疗改革前进的脚步 叶医生 请问长济名下的药发生了这种事情 是否跟管理者的监管不利有关 有位记者走上前问道 你的问题 我拒绝回答 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起因 是不是因为有人在捣鬼 你就认定是我们监管力的问题 你有什么居心 叶浩轩转身挟了那名记者一眼 我 我只是想早点报道出真相 好让观众们早点明白 那名记者有点不自然的说 你是记者 你不仅有报道的权利 你还有查明真相的权利 之前曙光医院的事情 你也清楚 叶浩轩扫视了一周记者道 如果在没有查清楚真相的状况下 就乱下结论 导致长济和我个人的名誉受损 后果 你们明白 叶浩轩的这一句话 镇住了一部分国内媒体记者 的确这一次记者招待会 叶浩轩只请了一些主流媒体 和国际上的媒体 一引动小报社和杂志的杂牌记者 是不请自来 如果说 他们没有一点其他心思 打死叶浩轩都不相信 凡事都有两面性 这次的事情不是偶尔 我请大家来 只是交代几点事情 第一 我和长济的负责人许总 不会推卸责任 这次的事件 不管是怎么回事 长济负全责 我不希望上一次一闹的事情 再有发生 孙子为了前途 竟然下手把自己的母亲 出手毒害 叶浩轩道 我想大家也知道 我的做法已经触动了一大部分人的利益 长济的许总 前几天在洽谈合作失败以后遭到枪击 他的伤到现在还未遇 这次的事件 我想不是偶然 长济是老牌子企业 我也对我自己的要有信心 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至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定会查清楚 给公众一个交代 给患者一个交代 叶医生 你的意思是这次的事件 是有人不正当竞争造成的吗 上次被叶浩轩看向的那位 外国记者拿着话筒问 自从上一次叶浩轩和他看过香之后 准确度高的让他砸舌 他很快就成为了叶浩轩的忠实粉丝 这一次事情和叶浩轩有关 他第一时间跑过来 如果不是他代表这一家国际性的大媒体 他早就明面上力 挺叶浩轩了 有时候 老外就是这么可爱 就算是你接了他的伤口 他也不会恨你